2022年6月3号星期五,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邦 今天是端午节,节日快乐 好,这个四天,咱们本周交易就四个交易日 今天休息呀 两天是属于五月份的红五月收官 还有星期三、星期四,属于六月的开门红 那网友说,说感谢股邦 谢我什么呢 说,由于我的预测,说大盘还会涨 所以呢,他前两天,大盘出现了一个盘中跳水 还有昨天上午挖了个坑,都没有把它洗出去 因此他的账户还回了不少血 这个事儿呢,我只是客观地进行了一个表述 网友又说了,说能不能再讲讲 昨天这个上涨的逻辑 还有下周大盘能不能再接着涨 很多人都以为大盘在技术指标方面出现了一些个顶背离 或者是一些个背驰的现象 还有一些顿化 那么大盘在技术指标上的确出现了一些个像MACD的顶背离 30分钟,60分钟都出现这样的现象 而且高位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叫做高九序列 这个是属于技术分析的一个叫序列嘛 序列指标里面出现了多次高九 但是行情起初的时候 往往都会说出现这样的反复顶背离和反复高九序列 甚至呢,背离之后 马上又出现再背离 高点之后再高点 因此我们实战派呢 不能一味的恪处求见 为线索困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沿着各种均线呢 这种去缠绕着 或者说均线理论 那么昨天在开盘之前 我在做早播报 刚刚说的这段话都是原话 同时我还分享了一个多年的实战的小方法 你看当时我讲 说小周期要服从于大周期 趋势优先 那么现在讲的趋势呢 这不就是一个底部第一点的连线 看看从这个2863上来的 那么第一点的连线 这不就是一个趋势吗 那么小周期得服从大周期 就是30分钟级别和60分钟级别 它们都跟日线相比 这不都是小周期吗 对吧 好了 那么大这个趋势上涨的情况下 一些个底背离啊 还有一些个序列高九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都得服从于 这个上涨趋势的 所以呢 我们不能一味的恪够求见 那么我们讲一讲 在这儿 尤其在研判趋势方面 咱们不能主观一段 因为咱们是石盘 是技术派 对吧 我们就得按照很多案例 或者是说分析推演 这些背后得有逻辑关系 这些原本都是一些个学员课程 那么我们都拿出来 无私的分享给大家了 目的是什么 说在这儿 我们不能踏空这一波上涨行情 那好 我们说说在这儿呢 如果说大家又能理解 刚刚我说的那段话 你的炒股水平 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啊 下周的时候 咱们再说一说 这还是会有一个上涨阶段 但这些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把它放到周日 就是咱们本周日 中午有一个策略会 如果喜欢的 大家可以到时候收看 这个就能分享给大家 讲的就是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 好了 在这儿说一些国外的消息 首先乌表示 说俄已经控制了 他的五分之一领土 他五分之一领土 都相当于欧洲许多小国 三四个家在一起啊 那为此 美国是已经又宣布了 对俄的新日轮的制裁 同时 欧盟已经正式达成了 第六轮的对俄的制裁 人们说这保加利亚 不是出来反对了吗 对呀 只扛了一天 昨天全面就通过了 那么再说欧佩克和欧佩克甲 已经达成一致 决定对原油加快这种产量 就是提产呗 那再说英国已经承诺 向运送中程火箭系统 你说这不是看这个不怕事儿大吗 再说美国啊 多地卫生组织已经宣布了 这个多地出现猴头病例 再有加拿大 已经出现了三十例 你看新冠刚刚没过呢 这猴头病例又来了 不过世卫组织说说这个呢 没有大面积爆发这个可能性 咱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 好了 再说隔夜外盘 美股很强势啊 走出了一个一阳吞两阴 我们瞧 这个就是美股道指 美股道指 从下面上来的时候出现了两根阴线吗 看一根小阴线 一根大阴线 这都是叫做孕育线 可是昨天这一根大阳线 属于包住了前面这两根阴线实体 这个也叫做吞噬线 这个叫一阳吞两阴的一个强势走法 道指上涨了1.33 纳指涨了2.69 没错 涨了一倍呢 标普还涨了1.84 你像一些科技股啊 都出现了扑障 而且贵金属出现领涨 人们说贵金属出现领涨是啥意思 这个想一想嘛 就是为了避险呗 再说中概股可是扑涨 这个对咱们股市是有利好影响的 欧洲那边多数也是出现上涨 除了英国 英国为什么没涨啊 人们说是不是它向乌提供了这个中程火箭呢 可能吧 原油 117 117 这不又涨了吗 黄金1870 这不也上升吗 说说咱国内 北上资金 昨天尾盘的时候 加速流入 就跟不要钱似的 最后 全天净流入 31个亿 再说海螺水泥啊 可是净卖出4个亿 海螺水泥 以后我们再提他一嘴 再说咱们国内消息啊 中国一到四月份 企业贷款利率 百分之4.39 这个是央行有记录以来最低位了 百分之4.39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我们不能多说啊 不允许 只是你搜一搜这方面的消息 就是国家在资金层面 非常支持咱们的发展程度 那好 就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就行 再说银保监会 也推动信贷的余额稳步增长 明白过啥是余额稳步增长 贷款余额 就是更加大力度的 而且有一些专门的资源倾斜 看到没 这都是稳增长 再说数字经济 还有说数字金融 这都是大力发展的对象 说出房地产方面 佛山说满五年的这样的二手房 相当于五年不就算二手房了吗 买卖的时候不记住限购数量 看到没 这个多厉害 那好 再说新能源车 南京对车的最高补贴一万二 北京也是对个人购车补贴一万 这都是实体经济 看到没 这都是促进汽车是最大的消费之一 房地产完了就是它 那好 再说银行 同业的存单 这个指的是指数基金 大量的吸金 同业存单 自从出来之后 现在卖的很火爆 为此呢 这吸金已经超过 就最近是八百多亿 目前又出现了 劫钱的 这不是咱们现在小长下吗 一个限购的 就是多个基金产品 都出现了这么一个节目 你们说这是什么 难道股市长得不好吗 不应该往这投吗 可能是一些个不允许 那再说黑龙江 也实行了一些个利率 还有说减免等等 这方面包括银行减免发薪 一系列对企业这种 纾困的指导 这个都是对稳经济 稳增长 一个强烈的助推 再说一个 华夏幸福 5月30日前已经实现了 债务重组累计 1088亿呀 什么意思 目的就是降低各种风险 因为像恒大和华夏 这两个大爆雷 这都是很多的 恒大那个咱就不说了 已经处理的差不多 华夏幸福 这不又处理的差不多吗 那么相关资产 尤其是金融资产 都得到了一定的环节 再说爆雷 腰股 你看那个什么 11连板的 不给停牌了吗 13 14连板 不都给停牌了吗 不过这个腰股 现在还横行 你看 宝塔 已经8连板 人家都说这个宝塔 不是震荷药的吗 有一句台词 宝塔震荷药 但是他呢 这宝塔反而成荷药了 你什么情况 所以山交所赶紧出来 对他进行叫做重点监控 而且提示了一个风险警示函 这都是保护咱们的投资者 说说咱的策略啊 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大手笔加仓了10% 什么 这个10%的煤炭ETF 那加上我原来有的像银行啊 地产呢 还有一些个黄金呢 还有什么新冠 农业等等啊 我原来有10个品种呢 现在总仓位已经达到77% 够厉害吧 那网友说了 现在这个大盘下周到底能不能上去 能上去的话该弄点啥呢 好 一会儿中午的时候 给网友们 就今天能看到的网友们啊 给网友们开一个小赵 加个餐 这些是原本是学员课 那么一会儿我主要讲 六月份或者是下周 我要布局的一个板块 我是古邦 喜欢的下观众 我们一会儿中午就开这个小赵 好了朋友们 我们小赵加餐 见 我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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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